呀,本周的特利加奥特曼第24集暗的支配者已经更新了 卡尔密拉获得了永恒核心的力量变成了梅加洛杰恶 这个呢只是他的第一种形态 剑物的身世也在这一集中揭开了 原来剑物并不是他妈妈亲生的儿子 21年前剑物的妈妈在光之巨人石像的旁边发现了他 他是从光的意志中诞生的奇迹之子 剑物的妈妈从爆他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 他的妈妈也知道总有一天剑物会离开他 但是无论怎样剑物你永远是妈妈的唯一宝贝儿子 我永远相信你 在剑物醒来后坐马铁星为他 这东西为什么追 在这里剑物也公开了自己是特利家的身份 原来剑物就是特利家奥特曼亚 其实啊整个胜利队除了作马铁星 其他的人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当剑物和伊格尼斯一起变身的时候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眼熟啊 其实啊上次在这里变身的还是小路 这一种中间是一次国内离卡 是一个企业的所欣赛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在这里 雷加洛杰奥也是进发到了第二形态 在下一周 特雷加奥特曼就迎来大结局了 永恒核心失去攻击之后 地图正面临毁灭 但是坚物和他的攻击不会放弃 达贡和希特拉姆再次登场 其实我真的希望达贡可以醒过来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特雷加奥特曼大结局 是相信微笑的人 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